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凌谦 小鸣新闻开始 先来关注的是 前些日子才刚完成腿部手术 顺利出院的天后李文 因为亲生过世 享年48岁 而她的二姐 昨天亲自在脸书发文证实 李文近年 罹患了抑郁症 病情急转直下 而港媒还报道说 事发当天李文还正常的 跟家人吃饭 下午却发生憾事 李文二姐 Nancy李斯林 PO影片 一系列李文与家人 从小到大的照片 搭配动人响音 让人看着看着就落泪 因为这回烧来的消息 令人悲伤 文章写下 怀者极度哀伤心情 告诉大家悲痛消息 Coco李文几年前 不幸患上抑郁症 长时间与病魔抗争 近日病情却急转直下 7月2号在家中轻生 宋院就一直昏迷 经过抢救治疗 最后仍在7月5号 返魂乏术 于是长辞 享年48岁 嘿大家好 有我 Coco跟我姐姐 嗨大家好 我是Nancy 耶 未来再也看不见 姐妹同框影片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李文其实在6月 就因身体不是住院 出院后就住大姐Carol家 事发当天 中午大家还一起吃午餐 过不久却发生汗序 一次是母亲 最先在浴室发现 谁也没想到 24小时的照料 仍难阻止悲剧发生 现在李文到了天堂 而且李思琳也哀伤地 接受媒体访问 得知时心好像粉碎了 过去几天完全没有睡觉 一直不相信这件事 每次进病房 看着李文的心跳一气 听到嘟一声 人都颤抖 也提到高龄86岁的母亲 是很棒的中医 即便医师说李文脑细胞已死 还是坚持头顶落针 看见不肯放弃的妈妈 太心酸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 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 我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谢谢你们 李文事实消息一出 震惊的还有粉丝 因为粉丝团中华文明联盟 二号才PO出一段40秒 李文亲自录制感谢的语音讯息 不忘祝福身体健康 如今自己先走一步 成为给大家的最后一封留言 TV本新闻庄启元 寻听台北报报 李文过世港媒报道 李文生前已经立好遗嘱 所有财产都会留给最爱的妈妈 只是这消息还没得到证实 但是如果李文没有立遗嘱 还没有离婚的丈夫 就可以分得一半财产 李文生前分享日常生活 可以看到他在自家花园 种蔬菜水果 别墅阳台就能看海晒太阳 拥有无敌视野 加上室内的超大客厅 装潢高档 港媒曾经整理 李文夫妻8间房产 总市值约合台币19亿 李文身家累计约40亿台币 李文过世后 港媒新岛日报报道 他已经立好遗嘱 所有遗产都要留给最爱的母亲 但这个消息 家人尚未证实 李文是美国籍遗产分配 得依照美国法律 律师表示 如果李文没有立遗嘱 也没和先生离婚 或是签订相关协议 那么李文的遗产 将由李文母亲与先生 共同继承 2022年 李文带着妈妈在客厅正午 还献上大大拥抱 一直以来 李文对独自拉拔孩子 长大的妈妈呵护至极 经常晒出帮妈妈庆生 和外出旅游用餐的照片 除了有深厚的母女情 李文和两位姐姐 也是从小到大一路相互扶持 李文曾和两位姐姐 合唱《我的翅膀》 歌词写出 三人多年互相陪伴的感情 就在李文离世后 网友涌入MV 网路平台下方留言悼念 希望李文一路好走 另外根据港媒东网报道 李文二姐李思琳表示 可能会是依佛教礼族举办葬礼 也计划帮李文办追思会 TVBS新闻程序 李敏珍 综合报道 而歌手李文离世过了一夜 她的加拿大籍妇商丈夫 发出妇文称李文是挚爱的妻子 也透露葬礼细节 仍在讨论 事实上李文跟先生结婚多年 始终没有自己的孩子 她曾经透露多次尝试人工受孕 但都失败 是人生最大遗憾 这些小孩子 我很重要 我的角色就是支持他们 像他们的一个最好的朋友 生前做客黄子娇节目 李文分享身为继母的责任 同时也说出 为了有自己的孩子 付出的努力和心境转折 很想 然后都去尝试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不能去抢球 需不需要帮忙 不不不 你要怎么帮忙 帮你帮一些众生娘娘 用一些这个民俗疗法 就适合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免解 就是 是该拥有的 你一定会 李文2016年受访时曾说 为了求子 久度尝试试管婴儿 每天得自己把 又长又粗的针头 戳进肚子 努力多次失败 曾难过痛哭 即便后来想开 还是觉得没自己的孩子 是一大遗憾 作风洋派的李文 其实在感情世界 和自己歌曲 美丽笨女人一样 是个愿意为爱 牺牲奉献的人 因为就在她离世后 李文姐姐证实 她半年前罹患癌症 当时她已经和先生分居 这段期间独自抗癌 有亲友私下表示 李文原定就要在7月 办理离婚手续 多次传出婚变 李文和身边家人 对外都保持低调 而她先生背景 现在也被网友起底 李文丈夫有个中文名字 叫乐玉明 加拿大籍 在美国波士顿长大 大学辍学 改去香港打网球 担任教练时期 接触上流社会 与富商李泽凯等人 都有交情 乐玉明曾担任 酒家公司董事 两次被美国杂志 评为世界50大CEO 外传身价超过90亿台币 就在李文过世后一天 乐玉明以家人身份 发出复文 感性地说 李文是内外兼备 温暖善良的人 也是他挚爱的妻子 深受爱戴的朋友 及亲爱的家庭成员 葬礼细节则等确定后 会告知大家 TVBS新闻程序 叶林敏珍 综合报导 今年是李文出道30年 留下无数神曲 像是1998年的滴答滴 几乎大街小巷都被洗脑 当年专辑全亚洲卖破 180万张 不过李文到底有多哄 实际到KTV 从他的神曲 大家几乎都会唱 情感满分 李文这首2013年的 能不能搭配热门戏剧 传唱度超高 KTV包厢 常听到 大家都在唱 还有忠实粉丝一看见李文 事实消息太难过 马上就好友去唱歌 毕竟李文从1994年 在台发片出道后 好歌无数 我们来到KTV 实际使用他们的点歌系统 其实在手写输入 这边输入了李之后 在左边跳出的 第一个歌手就是李文 而且歌曲总数呢 要高达14页 好像是先听到有人搬唱 然后就觉得蛮好听的讲 十几岁的学生 也受这首代表作 而走出KTV 刀马蛋 就是很久之前听了吧 这首歌也蛮久 也是在电视上面听到 他是我这一生 第一个知道的歌手 因为我国小音乐老师 他教我们唱滴答滴 你还记得怎么唱 滴答滴 滴答滴 收录在第六张 国语专辑的滴答滴 红道连阿公阿嬷都会唱 当年成为台湾唱片 年度销售第一名 全亚洲也卖破了180万张 也是李文自身 销量最高的一张大碟 卖得太好 除了原版也改版庆功 算一算十四张专辑 共改版了九次 他都每次唱这样 在那时候真的是很特别 然后配上他 哇这个 他那个是锻炼出来的身材 然后他那个舞蹈 很有力 曾包李文写过歌的音乐人 许常德也回忆 曾跟他们魔女挡箭过面 认为李文能这么闪耀 妈妈绝对是关键 当时的李文为台湾乐坛 带入风潮 留下一首首神曲 好 继续政治焦点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 已近期选情不佳 唤侯声音不断 国民党立委郑立文 公开表示 现在不换人 未来才是危机 对党中央喊话 他怎么单 他没有准备 他怎么单 他还要顾新北市 我们原本是有 百分之百的信心说 他新北市可以做得很好 然后再出来选总统嘛 对不对 可现在的状况 不是这样 那要面对 这不是侯友宜一个人的问题嘛 这话有够辣 还是从自家人嘴里说出 友宜小船欲聚浪 船上小鸡喊换船 现在还来得起 大家要去思考 帮每一个人做最好的安排 国民党的人不要逃避责任 你现在说不能换侯 我们就是支持侯 你就是逃避责任 然后把这个重担丢给侯一个人去担 语重心肠给建议 但头都洗了 当然得拼下去 我想外面谣言很多 唯有我们团结在一起 面对所有的挑战 才能克服所有的困难 虽然有人不看好 但也有人看板 闲挂好 桃圆市议员林涛抢第一 上架大型看板挺猴 去年桃圆的选战不是没有遇过逆风的情形 可是在逆风战的过程中 我们更要一步一脚印推出民众喜欢的政策 国家方向正确的政策 然后才能争取更多市民的支持 小鸡出力称母鸡 侯有仪还有新北得攻防 绿营批六都只有新北没有囤房税 侯的文大宿舍也被拿出来重酸 对此侯伴表示市长长期关心居住正义 设宅包租贷管租金等等都是实际行动 至于囤房税案市府去年已送 但议会没审查 绿营刻意压到最后才审 侯有仪市政选举两头烧 而侯有仪现在民调一直持续垫底 新加入职长选战军令的金普聪 指出有人砸近百万在操控民调 怎么一回事 桑欣永赵的记者为佳琪 2024选战开打 不过国民党的总统参选员侯有仪的民调 却是属于落后的状态 帮他操盘的金普聪就说 很有可能这份民调背后是有人在操作的 怎么回事呢 他说其实最近有很多份的民调都显示 侯有仪是敬陪莫座的状况 那么侯办的执行长金普聪就说了 六七月大选的民调呢 可以说是最混乱的时候也是现在 那么有民调公司呢 接到委托 只要你用指定的题目去提问 就可以获得九十万元 那么他就这样讲了之后 民调专家却表示不认同了 戴依丽安就说了 目前侯有仪第三名的民调 已经有十几份了 而且还不止十几份是几十份 行情应该不太可能这么好 而且有人会操作都是把自己做成第一 哪有人去把别人操作成第三或第四的 还认为不太可能 还认为金普聪这样的说法 比较可能是一种选战策略 就像韩国瑜当时2020年 在选总统的时候说 这是一种盖牌的说法是一样的 台面上是要比政策没有错 但是台面下比的是资源 比的是伎量 如果真的有人做假民调 他呼吁赶快把他讲出来 不要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而侯有仪民调现在已经逼近15%的换注线了 郭台铭有没有可能四级反扑 甚至变成郭侯佩呢 再请佳琪我们分析 小刀出销到底有没有办法拯救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有仪 尤其是现在郭董又动作频频 可以看到好几番民调都显示 目前侯有仪的民调是位置于落后的状态 尤其这个还逼近到了换注线的15% 那么现在郭台铭的动作又不断 尤其他6月27号在台北会见地方人士的时候 与会者就说了 郭董表达出来真的好想选 似乎没有放弃总统大位的想法 会不会仿造类初选的模式来北伐侯有仪呢 尤其他最近又从台南重出江湖 郭粉甚至成立了高雄后援会 那么在7月8号的时候 凤山也要挂起挺郭的堪板 看起来是来势汹汹 而且挺郭派原本酝酿要有换猴行动 不是在全代会上 而是提早到中常会 没想到第一个连署不容易就算了 一程还被缩到只剩下半天 也因此还没有动作 原地6月底行动现在也决定要延后了 那么有人就说了 因为他们还考量到金小刀 现在已经出马替猴操盘 地方有议论 那么再加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又南下会见地方人士 挺郭派担心会被泄密 所以现在可能会提郭侯佩 他们认为郭侯佩就算不可能的话 也许还有郭柯佩 但也有人认为 柯文哲好不容易生出一个叫做民众党的孩子 现在郭台铭突然杀出来 要他跟着姓郭 恐怕柯文哲也不会同意吧 或是独立参选 但是这样狠于保送赖青得进总统府 所以接下来的动作 挺郭派可能要好好想想了 而柯文哲7月底将举办演唱会 门票要价8800引发争议 有网友敲碗邀请民进党立委高嘉宇 以及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担任嘉宾 对子王世坚说选前敏感不会参加 还说票价实在卖太贵了 亏柯文哲是防弹阿伯 说完还有点不好意思遮住嘴 民众党中的参选人柯文哲 7月底要办募款演唱会 线上票每张500元 实体票只有342席 票价高达8800元 直逼韩团Blackpink比BTS还多1000 头号柯黑忍不住大亏 柯文哲是防弹阿伯 所以防弹少年卖那么高的票价 防弹阿伯大概也有那个价码吧 我过去称柯文哲是阴芒 现在大概 他大概只比阴芒稍微再好一点吧 听到柯P要高歌 王世坚只想说先等等 但有网友敲碗 要他当表演嘉宾 现场演奏少提琴 明年1月13号选举前 我没办法去 还有明镜拿立委高嘉瑜也被点名 合体柯P高歌一曲 高嘉瑜先秀苦练成果 再决定 不哭不笑也不问 四年前我们就已经办过 我们是没有接到邀请 不过我们自己的演唱会 本身就已经很有看头 而且一定可以跟柯文哲PK 自夸卡斯超强柯P比不上 但两人实力谁上谁下 王世坚长期观察 给评价 高嘉瑜能够进步到今天 他的歌声那么受欢迎 其实背后有高嘉瑜很多的努力 即便这个歌了无新意 但是大家至少能够接受 而为了大巨蛋争议 前后市府再度护杠 因为台北市副市长李四传 先前案指有人搞抽大巨蛋 被民主党总统参选 柯文哲反击 应该要怪马英九 这一个我没有止水 柯市长说实在 对奥入座我也没有办法 大巨蛋争议 谁是罪人 前后市府你一言我一句 尤其被前台北上柯文哲反击 要怪马英九 因为大巨蛋设在那 很难善后 李四川把优势 一向一向念 所以一般这个大巨蛋 大部分都会设在 这一个市区 那原则上是交通方便 他可以带给这个地区的经济的繁荣 被解读 祝侯打科 李四川特地成亲 每位选举 单人在新加坡访问的台北市长 蒋万安 先前才被列宇抨击 是替侯友宜外交助选 出访第一晚就不见人影 请问一下蒋万安市长 晚上晚餐的时间 您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是去做秘密的外交吗 我昨天晚上还有跟他报告 大概大巨蛋公安的事情 他应该是一件件老朋友 那昨天第一天 我们到新加坡最主要 去看了他们环境永去部 第一晚去哪里还是没说 而第二天则是参访行程满档 借鉴新加坡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 毕竟地下人稠和台北市 也有些雷同 局处首长 也会把我们的一些想法提出来 在整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分享台北的一些经验 说是以城市外交为重 但后面几天空白时间 蒋万行踪被紧钉 毕竟看看侯友宜 四月访新的隐藏行程 最后都是建了 正要高层 TV的新闻刘宜君 杨佩宇台北上的报道 而赖清德的台独态度以往 一向是让美国有疑虑的 不过这回他是不是对美国有书成的意味呢 来看他投书华尔街日报 阐述两岸政策的内容 继续把时间交给佳琪 过去副总统赖清德被称为台独金孙 不过现在台独金孙要选总统了 美国给过吗 我们现在看到最近呢 副总统赖清德当然要代表民进党去参选总统了 那么他还提出他的两岸政策 甚至讲到四大支柱 让台海永续和平的国家繁荣 他要往这个方向来努力 不过呢 他甚至还投书到了土耳其日报 那么还讲到了会支持两岸的现状 那么现状就是符合中华民国 跟国际社会的最佳利益 不过我们知道昔日谈到两岸 他都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这一回投书到华尔街日报 有人认为就有毛逆 这毛逆就选在美国独立纪念日这篇投书 是不是想要表达他会延续 现任总统蔡英文的政策亲美抗中 那么对于两岸呢 他可能会抱持着不作为 难道也不会制造麻烦的形象吗 甚至有人就说了 这个现状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呢 因为这个赖兴德也没有讲清楚 那么不定义现状内涵的模糊路线 只是他想要的 跟美国想要的是一样的吗 尤其赖兴德谈的现状是台路不往来 那么大陆会想办法孤立台湾 只不过美国现在想要的恐怕是 要符合美国利益 跟大陆禁逐关系的动态考量 才是他们的首选 如果看完了这些政治新闻 你对他还有兴趣 不妨扫一扫QR Code 帮你更新最新的政治资讯 总统大选攻防 从居住正义议题延绍到两岸议题上 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 酸赖兴德投出外媒体的这个说法 两岸政策是了无新意 打防打假的 而今天赖兴德则是视察住宅 来主动抛出三牛肉 要当小鱼吗 好 那当小鱼 给小朋友丢球化身孩子王 还说故事 赖兴德道士大运选手 孙恩社会住宅视察 当然趁这个机会丢牛肉 7年贷款利息不住 再加一码0.25之后 就变成0.375 另外设宅蔡英文总统 8年任期完工或动工的12万户 未来8年要增加13万 一共25万户 包租贷款同样25万户 加上租金补贴户数 也将增加到50万户 目标100万户 民进党执政了7年 黑金低薪高房价 从来没有打房 就像打价一样 都在打假的 在这个时候推出来 赖主席也自己也说过一句话 房价在涨 这不是瞎话吗 只是对手侯友宜布什批赖清德的居住正义 就连赖清德投书外媒阐述和平四支柱 强调务实一致的两岸政策 内容了无新意 他所选择的还是蔡英文的路线 那是一个兵临战争的风险路线 尤其他的四大自治的根基 他是建构在布什的台独上 我相信这样子台湾很快就倒塌了 副总统怎么看侯友宜 拼引了两岸政策了无新意 战场拉回蓝绿 而抢选票也要放在年轻族群上 最新社群软体政治人物跟风跟起来 赖清德侯友宜就连郭台铭都办了新账号 而柯文哲更是很呛 说这里应该就没网军吧 蓝绿白街浓浓火药味 TVB也像董明浩 吴坤离子和爱心小组台北报道 美国赛台协会今晚举办了美国独立日酒会 三位总统参选人都应邀出席 总统蔡英文更是任内首次参加 还幽默提及 不论下一任总统是谁 台美关系都会持续深化 跟当场点名三位参选人 对此后友谊是否只表示谢谢 而柯文哲则回应同意 美方这水断得很平 蓝绿白三党总统参选人都来了 总统更是任内首次亲自出席 共同庆祝AIT举办的独立纪念日 美国也相当赞赏 您在热议复杂的地缘政治主持下 所展现的稳定领导力 比您干商人是更好的台湾 孙小雅罕建议中英文双身道切换致词 而对于台美关系 总统幽默口吻 问这句 现场灯光案 不知有没有举手被蝶名的侯柯回应了 您谢谢大家谢谢 最重要是处长 真正要讲的归在这里的 那那个总统有说他认为说 不管谁叫总统还是会接我开始 你怎么带就说吧 同意啊 两人性格大不同 柯文哲嘴上说不能说 但还是很想说 在场内有秘书长及立委陪同 各国使节都得换到名片 而侯友宜虽然低调 但在场内可是把握机会 一旁的新北市国际处处长 饶庆育 特别介绍波兰驻台代表 而立委张启成 及国际部主任黄介正 也狂拉帮忙介绍驻台时间 这我们该做的 把我们所认识的人 那他们也想认识市长 侯赖科三人同场 但零互动 各个把握机会 修补台美关系学分 TVBS新闻张家宝年轻宣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